iPhone 15 Pro Max 60天实际使用体验 斯蒂夫·乔布斯本人将iPhone 4描述为漂亮的老式莱卡相机 而iPhone 15 Pro Max才真的更像一台相机 我今年选择了iPhone 15 Pro Max 因为它的光学变焦镜头扩展到默认相机的5倍 或者相当于120毫米焦距 而Pro继续使用3倍镜头 多花一点钱享受自然也多一点 第一是专用相机按钮 机身使用5级钛制程 据说与火星探测器上面使用的一样 我原来以为手里拿着一块大钢板会不舒服 但令人惊讶的是钛金属框和圆润的边缘手感 真的很好就是这么舒服 那对于摄影师每一次拍摄都要敲击玻璃真的很无语 那么专用相机仍然具有物理按钮 它是有原因的 终于手机有了快门按钮 按住它可以立刻呼出相机 如果按一次就像快门那般拍照 如果长按就变成了视频录制 太方便了吧 不过还不完美啊 最好能换到镜头的另外这一侧 那么右手食指按住最好 那现在按钮的位置相当高 从人体工程学来看 快速握持不太可心 可能还是像这样 左手拇指按快门更方便 不过这样离开来卡相机又远了一点 二 完美的2400万像素 有多少专业相机是2400万像素左右的呢 佳能的5D2 3 4 Nikon的750、780、Z6、Z6R 索尼的A7M系列几乎都是 因为2400万像素对于大多数专业摄影师已经够用了 那对比之前的苹果手机用户 只能拍摄1200万像素来说 这将是巨大的飞跃 即使是在iPhone14 Pro上 除非你设置为ProRAW48 否则总是拍摄1200万像素图像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 对于普通iPhone用户来讲 这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升级之一 和夜间模式的引路不相上下 那出于存储考虑呢 默认创建它是高分辨率 但是易于管理的2400万像素 平均大小只有3兆左右 而1200万像素的照片也要有2兆 当然你可以用4800万的ProRAW进行拍摄 那照片可能会占用多达60MB 那和专业相机不相上下了 真的太大了 占用了大量的空间 并且拍摄速度较慢 第三 极光夜景实测 那极光是风光摄影师的最爱 那专业广角相机镜头 加上三脚架才有可能拍出来 那么iPhone15 Pro Max的表现如何呢 那这次我在挪威遇到多次极光爆发 自然给手机的低光拍摄提供了条件 那手持iPhone Pro Max拍的极光照片 你觉得如何 那这里有个窍门 就是把夜景拍摄时间从3秒延长到10秒 这样曝光更准确 可惜啊 夜景模式会自动从2400万像素 自动切换到1200万像素 从而更好的控制噪点 但是较低的分辨率也会导致细节丢失 也许苹果会把这个功能夹高到16Pro Max的 那总的来说普通人拍极光 真的只要带个苹果15手机就可以了 发发社交媒体 已经足够好了 四 七个镜头的相机 苹果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公司 那它的愿景很明确 用户不需要知道有单独的镜头 传感器和处理方法 那苹果努力让iPhone相机感觉更自然 不需要学习就能够使用 就像iPhone 15 Pro Max 其实有七个焦距可以选择 它可以很方便的切换镜头 感觉不到太多的这种卡顿 七个镜头 你讲真的 我们数一下 微距 0.5X 13mm广角镜头 1X 24mm主镜头 1.2X 28mm 1.5X 35mm人纹焦距 那么2X 48mm标头吧 5X 120mm长焦 那不同的焦距给你不同的视觉冲击力 发挥你的想象力 七个焦距到底用哪个 头都大了 iPhone 15 Pro Max 它使用超广角摄像头模块 凭借非常非常近的焦距 它可以1比1的放大倍率 拍摄微距图像 如果在10mm以下的拍摄对象 它自动开启微距模式 对于喜欢花花草草重重的微距挡最合适 那我自己更偏爱35毫米和50毫米拍人像 那虽然它是数码变焦 但最终提供的都是24MP像素的照片 那你只要点击1.x这个虚拟按键切换 而不需要去zoom放大缩小 那更精彩的是你可以将35毫米镜头设置为默认的主摄像头 像我现在这样打开相机就是35毫米焦距 那文艺青年必须买起来 那估计有人会照着莱卡的相机重新做一个手机壳或者吐龙吧 5倍长焦 那120毫米四能镜镜头 是一项很苹果的技术 它不同于其他厂商的潜望式或者折叠式镜头 那这支苹果有史以来最清晰的长焦镜头 它把光线从四个人镜反射到传感器 那在人像摄影方面 5x照片最接近专业相机的拍摄效果 如果那仅仅是如果啊 你不会用专业相机和镜头 我保证你用苹果的5x拍摄人像效果更好 甚至秒杀大多数2470和20105这种万金油镜头的随手一拍 因为你还可以在人像模式下使用5倍长焦拍摄 真的独得大学刀锐乃化 这是一句摄影黑化 意思焦内如刀割般锐利 焦外如奶油般化开 那最适合拍摄半身肖像照片 甚至头肩肖像 当然你需要更多的规划和思考 因为和拍摄对象要保持一定的距离 六自动人像模式 苹果手机拍摄人像方面一向表现出色 它能够在按下快门按钮的那一刻准确捕捉镜头 从而降低错过决定性瞬间时刻的那种风险 并且在不同的光照条件下保持正常的肤色与准确的面部曝光 尤其在iPhone显示屏上面观看更漂亮 因为iPhone的屏幕真的很好 iPhone 15它无需切换到人像模式 就可以拍摄人像 这又是如何完成的 当iPhone检测到画面当中突出的 人啊狗啊或猫的时候 它会自动捕捉所谓的深度信息 那等待取景器的左下方它会出现图形F图标 F代表光圈的意思 那如果没有出现这个图标 那么点击一下取景器的某个拍摄对象 以对其进行对焦 然后再点击F图标 那么使其周围出现黄色圆圈 七 USB Type-C 这其实是我更新到15的最主要原因 虽然没有直接提升摄影能力 但是间接的好处实在太多 首先统一了充电线 不管是Mac Pro iPhone相机充电器 甚至相机本身无人机GoPro充电宝 我可以偷懒到只带一个100瓦的这种 淡化甲的这种充电器 就能应付所有场景 那现在使用尼康引数船 就只要一根线 像我这种常年出门在外的 能扫带一根线都是好的 再次大声说 他他妈的太方便了 另外他还可以给iopods紧急充电 iPhone 15 Pro的数据传输速度提升了20倍 原来的lighting线只有480兆 现在终于到了10GB 这对于经常需要同步照片跟视频的人 快捷太多了 不过苹果原配的这个线 它只是普通的充电线 没有10GB的速度 要专门去买一根这种短的数据线备用 因为最最关键的是支持 将ProRes直接录制到外部存储 这使其成为对专业内容创作者 最具吸引力的设备 像我这样 用来图的手机吐龙 可以实现一堆的外接设备 越来越专业的感觉 其实要实现这个功能 用户只需要在设置当中 开启ProRes格式 并且选择4K 60帧的分辨率和帧率 然后我们需要通过USB-C接口 连接一个外置存储设备 比如三星的T7 SSD移动硬盘 再也不会觉得手机内存不够用了 把中介 其实还有太多可以分享的内容 关于iPhone 15 Pro Max的视频功能 我觉得可以单独再做一次节目 因为真的实在太强大了 太遥遥领先了 另外利用像MagSafe的磁吸 充电线圈 内置陀螺鱼 那么还有很多Type-C配件 真的又多出来 太多的新玩法 等待我们去探索 这次断根了大概一个多月的时间 主要是我一直在外面拍摄吧 那这次回来可能有两三个月的时间 我会争取多拍一些视频 因为手上存储了很多 很多值得拍摄的题材给大家 请关注我的詹姆斯摄影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